大家好 歡迎來到聖經徵讀 我們現在開始講解希伯萊書 希伯萊書的講解是來自於1950年港九培寧延經會的內容 當然將它裡面的重點抽出來看 另外我們都會加以解釋 我們看看 這個就是在港九培寧延經會的網站可以找到的 建立於1950年8月1日 這個叫納爾遜牧師 我為什麼要選他呢 因為他的觀點和我的看法都相近 特別在於主張阿波羅是這本書的書信作者 他的看法和我都是一致的 所以覺得是非常好的參考 我們看看我們的PowerPoint 我們都跟著他 有希伯萊書的概述 有五個警告 和耶穌基督永遠不改變 和他這裏是一樣的 一七趕 我們都是一樣的 但當然我們都會再加一些其他的解釋 在中間和大家分享 我們一起看看 希伯萊書五個警告 這個就是五個警告 這裏有一條連結 就是剛才這個港九培寧延經會的網站 下面這個Document 你直接去下載就可以了 基本上就是這份的講解 我們一起看看 希伯萊書五個警告 著作人馬丁路德和今時的林斯基主張 阿波羅就是這本書信的作者 亦都有充足的理由來維持這個主張 授書人 全書信顯明授書人就是猶太人 因為有迫白淪到他們 期間有些定義離開基督教 想轉回去猶太教 那這些猶太人在哪裏呢 有些經學家主張他們 在耶路撒冷 或者是巴勒斯坦 或者是居比奴 授書人其實就是羅馬的會堂 寫給羅馬的猶太人的基督徒 神猜顯保羅作羅馬猶太信徒的使徒 神要保羅在羅馬做見證 正如在耶路撒冷做見證一樣 這個時候 羅馬已經有七個猶太人的大會堂 在羅馬最初期的時候 基督教的教會和猶太教的教堂 是沒有一些來往的 在那裏也未向猶太人做宣教的工作 被神選照的保羅 當他在第一次被軟禁的時候 曾經向羅馬的猶太人講道 當時那些拜望保羅的猶太人領袖 悔改相信之後 回去把福音傳給他們的各個會堂 在這七個會堂中間 或者有三四個就變成了教會 這就是保羅第一次被囚的時候 神就被他的工作 當時大約是主后六十一至六十三年 保羅其實就 然後保羅已經離開了羅馬 當公元六十四年初 保羅就從尼哥波納 就回到羅馬 再去到西班牙 比特就在六十三年 其實已經來到羅馬 當公元六十四年的春天 保羅就在羅馬會見了比特 這就是他動身去到西班牙之前的事 公元六十四年七月 羅馬城被焚燒 大迫白在尼陸皇帝之下發生 比特看到林布教會的事 在這個時候寫了比特前書 他做這個事是要代替保羅 因為保羅已經離開羅馬去到西班牙 後來比特就被盜釘十字架 但是保羅就從西班牙回來的時候 也被下監 最終被處死斬頭 這個是主后六十六年 或者六十七年的事 好了 因為保羅和比特都已經死了 又因為基督徒被捍為犯法者 有些猶太信徒在他們的信仰上有軟弱 而且想回到猶太教去 正當這個時候 阿波羅就寫這封希伯來書信 按照這本書信的內容 顯出作者似乎是度過羅馬的人 不過在新約裡沒有明明說 提到阿波羅拜訪羅馬 但是新約也沒有什麼說到反對這個主張 好了 我們一起看這五個警告 沒有 先說到這裡 待會回來我們再繼續